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树已经被砍走了 就是因为我们晚来了几个小时 挑战八万搞定别墅硬装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呢我们找了小区绿化部的师傅 有常帮我们清理已经死了的树和灌木 还有破栏杆 师傅你知道 就那个院的那棵树 这不已经遮挡住我的阳光了吗 能够修剪吗 师傅们说第二天干活 我就想着第二天再来记录砍树的过程 结果来了发现已经砍完了 师傅们好手速 清理花园花了两百块 屋内屋外都已经拆除完毕了 装修正式开始 首先做的是水电改造工程 以下为个人经验干货 建议点赞收藏哦 第一点就是需要提前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喜好 规划好家具空间和功能区 统计好自己要买的所有家电 和他们要放置的具体位置 还有全屋灯光光源的设定 这样可以确定下来开关和插座 全家的店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就现有的插座找有电就行 他之前改的这些电路啊 这些都给我拆了 我不要 我们是租的别墅预算有限 只在必要位置改动电源 其他位置确保每个电源有电即可 第二点呢就是插座可以尽量多留一些位置 平时不用的话 闲置在那里 用的时候就知道有多便携了 比如说智能马桶的插座 我们留了 但是不一定买智能马桶 还有厨房台面的插座 多来几个 总能用得到 刚才一进来看到我们三个卫生间呢 改的差不多了 宝哥 对我们改水电花了三千 包括地面找瓶 我们就从三楼的我们这个主卧的卫生间看看做的怎么样了 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水位啊都已经走好了 我们是在这个卫生间打算做一个双台盆 因为我很喜欢跟宝哥也提洗漱的感觉 这边好的一点就是看三个卫生间的窗户都不太大 但是呢我们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不打算在这做百叶窗 窗户玻璃膜一贴就好 然后宝哥他的身后这一块呢就要放一盒那种蛋型的或者是三角形的浴缸呢 二楼里基本是在施工呢 我们做的计划是这一块是淋浴啊 我们不想做淋浴房是因为玻璃太费钱 我打算就是做一根基建的那种拉寒浴帘的就行 那里去马桶可以看到的下水 然后这边就是一种丹台湖了 现在师傅在弄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放热水气的位置 天呐你看我看到什么了 你看这个灯泡这里有蜘蛛网耶 三个卫生间都掉石膏板掉顶 一开始想省节省成本 用铝扣板但是觉得铝扣板还是太丑了 还是石膏板比较好一点是吧 老公 看也没差过一次 为什么想要选用电热水气呢 帅气的老公 因为买不起 这个买是上一部的 我们还没有换 我觉得还挺好的挺好顺 它原来这里放了一个马桶桶 然后这里放的是手持 但是我们想把这个地方全部改成一个洗衣房 烘干机洗衣机中间洗水池 你看这个罐 然后这边的罐全部都要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还没关系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加收藏转发哦 明天见